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人们不禁思考如何能让创新的热情持续被激发 这个问题知识产权给出了答案 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 我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变得越来越便利 但也同样是因为便利 一部分人选择直接索取 这无疑会让创造者感到心寒 如何为创新提供安全的空间 成为目前所面临的更大挑战 回望过去 我们的生活因为创新变得丰富多彩 展望未来 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2017年4月26日 我们迎来了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创新创造改变你我生活 知识产权就在你我身边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知识产权工作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今天举办了开放日活动 现在我们连线现场的路程 元元你好 我现在就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开放日活动的现场 开放日活动是从2006年开始 它的目的就是让社会公众 更好地去走进知识产权 来了解知识产权 那么开放日活动同时 也把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 推向了一个高潮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的这个背板上 记录的就是每一年的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的 这样一个主题 来看一下2016年的主题是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加快知识产权强活建设 2017年也就是今年主题是 创新创造改变生活 知识产权竞争未来 可以说每一年的这个主题 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那么今天在开放日活动的现场 国家知识产权 为企业家知识产权代理人 律师以及小学生 开放了四条参观路线 那在此值得一提的就是 国家知识产权已经是 六星小学生来参加开放日活动 为什么会邀请小学生来参加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的 副主任赵志斌先生 赵志斌你好 你好 我们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请小学生 来参加我们开放日活动 我们想就是 知识产权的教育啊 需要从娃娃抓起 我们之所以请他们的 参加我们的开放日活动的 主要也是想让他们 让他们走进国家知识产权局 了解知识产权 让这个尊重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的理念 从从小就扎根 那我刚才也听说哈 这是第六次请小学生 来参加我们开放日活动了 那我们取得了哪些效果呢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 我们这今年来呢 我们委托第三方机构 也做 专门做过 呃 知识产权素养的调查 就青少年这一板块呢 知识产权的意识 是逐年提升的 另外呢 我可以告诉 向你介绍一个数据 2011年 我们全国小学生 这个申请的专利是3000件 到2016年呢 达到了6000多件 几乎翻了一倍 啊 另外呢 我们在从2015年开始呢 我们还联合教育部呢 开展了中小学的 这个知识产权式养学校活动 通过这个活动呢 是教育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整个社会的目的 使尊重知识 崇尚创新 澄清守法的 知识产文化理念 深入人心 嗯 可以说这个效果 是非常好的 好的 谢谢您 谢谢赵志文 那今天开放日的活动呢 在下午呢 就会相继的展开 稍后呢 我们也会做 相关的报道 现场情况 就是这样的 圆圆 好 谢谢路晨 另外 今天下午14点30分 将网络直播 国家知识产权开放日活动 您可以通过央视新闻 热线12官方微博 热线12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腾讯新闻 北京时间 爱奇艺 网易新闻 新浪新闻 风直播 云西直播 一直播 等网络平台同步直播 欢迎您参与 我们下午的网络直播 其实从本质上说呢 知识产权就是一种 无形的财产权 是智力劳动 所创造的劳动成果 知识产权在身边 我们首先呢 就从这个创造来说起 现如今 越来越多拥有 自主创新技术的 国内企业 开始利用知识产权规则 维护自身的权益 日前就有一家企业 在专利权上主动出击 扳倒了国际大巨头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案例 案例之后 潮东和嘉宾 还将为您带来 深入的分析 2017年3月22日 索尼移动通信产品 中国有限公司 因侵犯标准必要专利 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赔900多万元 历时近两年 西安西电接通 无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终于拿到了一审受诉判决 西电接通公司 创立于2000年9月 是一家身有110多人的公司 十余年来 这里与网络基础安全技术创新 这家与索尼中国公司 实力相差甚远的公司 起初在与索尼中国公司 打官司时 不被很多人看好 然而 2016年2月25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并于2017年3月22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一审宣判 索尼中国 侵犯西电接通公司 设WAPI标准必要专利 北志愿宣判了 宣判 那认为 对方应该停止 确实侵权了 那应该停止侵权 且应该承担 三倍的赔偿责任 2016年4月18日 苹果公司旗下的 苹果电脑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和苹果电子产品商贸 北京有限公司 同样侵犯 涉案专利的专利权 被西电接通公司 起诉至陕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 5月份就立马 提出了一个 专利无效宣告 2017年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副审委员会 做出 维持涉案专利的 专利权有效 在短短两年内 西电接通为何先后 与两大巨头 陷入知识产权纠纷 那这个引起纠纷的 WAPI标准必要专利 究竟是一项 什么样的专利技术呢 它主要达到了 这样几个安全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保证 合法用户 接入到合法网络 第二个是 用户连接网络之后 进行的通信数据 不会被别人 随意的窃听和获取 我们在2002年 向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提出了我们的专利申请 并且在05年 获得了授权 为推动WAPI 在全球市场的应用进程 2005年5月 西电接通针对WAPI技术 在美国提交了专利申请 2013年10月24日 该专利申请 最终在美国获得授权 那么03年呢 我们的技术被中国的国家标准采纳 并且发布为中国的国家标准 WAPI技术被国家标准采纳后 这项技术被应用于消费类 电子设备 计算机 服务器等领域 就在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手机 笔记本电脑里 都会使用这项技术 而索尼和苹果两家公司 在没有得到专利使用合同的前提下 使用了西电接通公司的这项技术 双方在经过多次协商无果后 西电接通决定 寻求法律途径 我们的WAPI的标准核心专利 从2002年申请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的时间 而专利的有效期呢 是20年 所以呢 我们在前期在这项技术的研发投入上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所以我们也希望 获取合法的收入 该案涉及到WAPI标准必要专利的有效期 还有五年 一旦过了有效期 身为开发者的西电接通公司 将无法向使用者收取专利使用费 于是2015年6月25日 西电接通公司 也认为索尼中国公司 生产销的35款手机产品 侵犯其享有的 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 及数据保密通信的方法发明专利权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我们诉讼的这个主要的意图呢 就是希望法院能够判定 对方的侵权事实是成立的 同时呢 应该判定对方承担他的侵权责任 并停止继续侵权 西电接通公司表示 他们从2009年就已经发现 索尼中国公司对涉案专利存在侵权行为 他们也在一直与索尼中国公司沟通 找到了他就要跟他谈这个专利的使用合同 谈这个问题 但是一直谈了六年多 这个期间对方一直在恶意拖延 然后是就是没办法谈下这个结果 没办法了 最后只有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2015年7月23日 索尼中国公司针对涉案专利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2015年的11月份举行了口头审理 然后于2016年的3月份 然后形成了那个无效宣告请求的书面决定 最终决定的结论 我们是认为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都不成立 然后依法维持西点节通的这个专利的专利权有效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 西点节通公司终于拿到了一审胜诉判决 2017年3月22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宣判 索尼中国公司侵犯西点节通公司设WAPI标准必要专利 判决立即停止侵犯涉案专利权行为 判赔共计910余万元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访谈现场 我是曹东 今天呢到场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 那这位呢是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副审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 葛树欢迎您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延超杨教授 欢迎您 那葛司长您先给总结一下 在整个这个案件当中 有哪些专利问题是特别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这个西点节通和索尼中国这个侵犯诉讼啊 一开始可以说就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是 我们可以从多个点上去考虑 但是今天呢 咱们可以着重说一下这个诉讼和专利无效程序的关系 那么西点节通在起诉索尼中国之后啊 索尼中国不久就提出宣告这件专利权无效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无效审查过程中啊 宣告了这一件专利权无效 也会意味着那么就失去了保护的基础 当然如果维持了这项专利权有效 也会为后续请权判定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 那么这一件专利呢 经过无效宣告审查维持了专利权 对 那这些问题会给我们今后带来哪些启示呢 您再给分析一下 首先呢 这个还是创新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呢 在获得专利权的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创新的有高度 那么在经历专利审批的时候 能够获得专利的权利 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呢 能够经受得住挑战 就像本案一样 这个经过专利权无效的审查 维持了这个专利权 那么也为今后的这种侵权诉讼 奠定了基础 对 再请杨教授给分析一下 这个案子 对今后我们业内 整个行业之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看中国这样的一个企业 打败了像索尼这样的国际巨头 给我们极大的这种震撼 甚至鼓舞 那么以前我们说知识产权纠纷和争议 大家常听到的是什么呢 说中国企业懦厚挨打被动 但是这种局面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 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在注重创新 正在注重我们的专利保护 而且我们发现在整个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 中国的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什么最重要 创新最重要 现在不是业界有一句话吗 叫三流的企业做产品 二流的企业做品牌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 当你的技术能够成为业界行业标准专利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有话语权 所以我相信像西电接通这样的案件 以后在中国会越来越多 也许今天超东我们觉得它是个新闻 我预计在五年十年之后 可能这就是一种常态 国外的企业越来越多的是用中国的专利 那么我们在庆幸这个案件得到鼓舞的同时 我最后想说的是 我们从中应该感到有一些启示 而且我们要反思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葛主任所说的 我们的法律流程 我们的制度完善 比如说标准必要专利很难点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 同时对于像标准必要专利 如何授权 如何收费 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完善 都还需要认真反思 用制度去推动创新 说的太好了 现在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 像技术概念 还有模式 每天每日都在发生创新性的改变 那么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到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新时代 我们会面临哪些新的课题呢 葛司长 现在新的发明层出不清 所以对知识产权保护呢 也提出了新的需求 包括对保护课题的一些考虑 同时呢 对于保护的周期的缩短 所以这些呢 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的问题 那么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啊 世界这个社会各界呢 也都这个积极努力啊 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知识产权局呢 也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呢 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啊 比方说制定了关于 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啊 比方说啊 你建立不干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啊 从快速申请快速确权快速维权 这些方面呢 能够啊 加强联动提供更好的保护 还有呢 像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啊 提升专利的质量 以及一些利用这次专利法修改的机会呢 也能够在增压赔商额这方面呢 补充一些规定啊 从而呢 能够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 好 非常感谢二位 在一个个的专利侵权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啊 国内对专利的保护的意识 还有力度 都在不断的提升 那么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做了哪些工作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之后呢 我们会请袁袁带给大家一组权威数据 今天首先发布的是 2016年专利的受理情况 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 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33.9万件 连续6年位居世界首位 2016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 48,916件 专利复审委员会 共受理复审请求13,107件 受理无效宣告请求3,969件 可以看到 大家的专利意识正在逐步增强 为了让知识产权更加深入人心 4月20日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拉开帷幕 我们通过一组新闻回顾一下 2017年4月25号 2016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新闻发布会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厅 新闻发布厅举行 知识产权创造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 全年发明专利事情 受理量达到133.9万件 同比增长21.5% 4月19号 2017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前夕 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平台 正式上线 网络盗版应该说 它是起于技术 但是我们认为 它也可以因技术而终 也就是说我们用技术手段 也可以打击挺身盗版行为 4月20号 以创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 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 在北京举行 那么今年是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论 也是全国第九个知识产权宣传周 整个论坛 它的研究的主题也非常明确 而且研究的水准也相当高 4月21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公众公布了 涉网络游戏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 这些案件当中所涉及的游戏类别 包括了端游 夜游和手游 基本上全类别都有 而且以手游类为主 4月22号 以足迹2017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主题的 首都知识产权界徒步大会顺利举行 我觉得知识产权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现在网络信息越来越发达 如果没有产权的意识的话 其实会发生很多的纠纷 首先是从我做起来 比如说旁边我们碰到的一些盗版的问题 我们可以随时的看到 然后及时的反馈 4月24号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启动知识产权宣传周的各项活动 我们迎来了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其主题就是创新改变生活 2017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 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 好下面接着带您走进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放日的现场 我们再次连线陆陈 陈陈你好 杨阳你好 我现在就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的受理服务大厅 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受理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胡扬 胡扬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胡扬 就是如果想要申请专利的话 大概有哪几个步骤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 咱们那个专利受理服务大厅 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根据您的申请文件类型的不同 到三至五号窗口 进行申请文件的递交 三号是发明专利 四号是实用信心专利 也就是公众俗称的小发明 五号是外观设计专利 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 都会对您的申请文件进行审核 然后由一号窗口给您发送受理通知书 就是交上文件之后 审核的过程大概有多久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会拿到通知书 然后我还要做什么呢 拿到受理通知书之后 您可以根据通知书的要求 到六到八号窗口 进行专利费用的缴纳 费用缴纳完毕之后 就表示您这个专利正式被受理了 您就可以回家等着审查结果就可以了 就是我缴费之后 我只要等待这个审查结果 那这个审查的时间 是固定的时间 还是说它根据每一个 就是申请的项目不一样 它会实现长短有所不同啊 是这样的 我们是根据不同的专利类型 审查周期是不同的 比如发明专利申请 因为它的那个技术特点比较强 所以它进入实审之后 它的审查周期是22个月 使用新型是三到六个月 外观设计也是三到六个月 那过了这个审查周期之后 我的这个专利的申请 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是我还要再到我们服务大厅来 还是说等待我们的通知 是这样 如果您的专利审查是合格的 我们就会给您发送 授予专利权通知书 并且给您邮寄专利证书 这样就表示您已经拥有这项专利权了 好的 谢谢谢谢 就是我拿到了证书就说明 我已经拥有这项专利权了 对 是的 谢谢 好谢谢 那听了胡杨的介绍 大家可能对申请专利的流程 也有所了解了 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圆圆 好谢谢陆辰 这也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 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在身边 另外我们今天下午14点30分 将网络直播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开放日活动 您可以通过央视新闻 热线12的官方微博 热线12微信公众号 还有腾讯新闻 北京时间 爱奇艺 网易新闻 新浪新闻 风直播 云西直播 一直播 等网络平台同步直播 欢迎您参与我们下午的 网络直播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聊聊保护 汽车 我们天天在路上都能看到 可是既有些品牌不同 样子相同的汽车 让我们傻傻分不清 该怎样保护原创 拒绝山寨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 路虎和路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路虎揽胜激光和路风RX7 两款车看上去非常相似 有人说外观设计是路虎抄袭的路风 也有人说是路风抄袭的路虎 两家公司还因为两款车的外观设计 产生过纠纷 那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路虎揽胜激光和路风X7 两款车的外观设计专利之争 由来已久 2014年7月25日 路虎揽胜激光车所属的捷豹路虎公司 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副审委员会 提出宣告路风X7外观设计专利 无效的请求 他们先后提交了20份证据 收到请求以后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副审委员会 立即成立合议组 就在他们对该案进行审查期间 2015年2月6日 他们又收到了路风X7所属的江陵集团公司 针对路虎揽胜激光外观设计专利的 无效宣告请求 那么就相当于说 他们互为请求人 分别对对方的一件外观设计专利 提起了这样一个无效宣告请求 经刑事审查合格以后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副审委员会 也受理了江陵集团公司的请求 并组成合议组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副审委员会 审理这两件专利无效案件时发现 路风X7申请的外观专利时间 在路虎揽胜激光之后 该车的整体轮廓 车侧面的整体比例 主要特征线条位置 以及发动急照 悬浮式车顶等外形设计 与路虎揽胜激光非常相似 因此判决 路风X7所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无效 23条第二款是说受与专利权的外观设计 要与现有设计或现有设计的特征相比 组合相比具有明显区别 路风公司经过审查之后是觉得 它虽然说相对于在先的路虎申请的专利 有一定的不同点 但是这些不同点 通过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能看出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对整体设计效果来说 它不会让一般消费者 觉得跟在先的新耀设计相比 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所以最后也把这个专利给误下调 路风X7的外观设计专利是无效的 那这就能说明 路风X7的外观设计 是抄袭路虎揽胜极光的外观设计 并侵犯了路虎揽胜极光的外观设计专利吗 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经过副审委的审理 他们同样判决 路虎揽胜极光的外观设计专利是无效的 23条1款是强调不属于现有设计 在2010年的12月 广州的这个车展上 路虎公司展出了两款车型 这个就是当时的叫南胜极光车型 但是它是在2011年的11月 才申请这样一个外观设计 所以它没有及时的先申请专利再展出 最后导致它的专利权也不能获得 针对宣告路虎X7外观设计专利无效的审查决定 江陵集团公司不服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据了解 两款车除了在外观设计上有纠纷以外 在商标以及著作权方面也存在纠纷 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访谈现场 那这位呢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张斌老师 欢迎你 这位依然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延超 杨教授欢迎二位 实际上杨教授我们看到在法庭上 路虎和路风谁都没赢谁也没输 但是依然有这么多的人在关注这件事 您给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 对很多爱车的朋友通过这件事 深刻的了解到车辆和知识产权之间 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 路虎路风他们打的官刺是那个车的外形 这个属于外观设计专利 对 刚才曹总提到谁也没赢谁也没输 实际上他们两家都姓路 但是他们在案件当中都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 我才是原创你是山寨 但是为什么说谁也没赢谁也没输 是因为两家的专利最终都被无效掉了 对 我们来分析说他们的专利为什么会被无效掉 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归根结底一点 就是他们在专利申请的流程当中 在法律上讲或多或少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 所以这个案件也给我们很多启示 那么产品在设计的时候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360度的 而且保护要及时 所以我们常说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当中有一句话 产品未动 知识产权保护先行 如果你把产品一旦推出市场 那么你再做知识产权保护 可能被别人抢住 也可能由于保护不及时 专利就被无效掉了 所以这个案件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 所以我想知识产权未来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我们今天是426知识产权日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 我们的反思是恐怕我们对知识产权的关注 不应该是只有这一天 365天我们都要关注知识产权 没错 我们也非常的理解 作为我们自主的品牌 在发展的过程中 肯定会借鉴很多东西 这样我们才会发展 但是借鉴和抄袭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那么张斌你给分析一下 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他们的界限又在哪 我们知道在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那么在初期或者新领域 借鉴一些外国的技术 然后学习 取长补短 汲取人家有益的一些这种科技 这是一个必由之路 但是你企业发展一定阶段之后 你就会发觉你单靠这种单纯的模仿 学习甚至是抄袭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 就会非常的巨大 首先我们从这个事情来讲 法院的判决我们要尊重 那么但从另一个层面 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呢 确实有一些我们的企业 单纯的模仿抄袭 一方面减少成本 我们知道一个销售非常好的汽车 他必然经过反复的实验 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 改正错误 最终才能在市场上受大家欢迎 那么这样的话 你一抄袭一模仿 显然你的这种支出就少了 另外我们老百姓的 普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也不足 能拿这个买路风的钱 买一辆跟路虎一样的车 那当然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其实它不仅是这一个案例 带给我们的启示 更多的是中国现在进入到一个 经济平稳发展状态之后 中国的企业向何处去的问题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我们的18届五中全会 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这五大理念作为一个发展理念 创新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印象中我们做时事评论 从18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创新不下一千次 为什么 就是中国到今天 你一个企业发展 一个国家发展 创新是首要的 没有创新 你的企业就会停滞不前 你的国家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们的企业 单纯的模仿时期已经过了 现在是需要把中国制造 变成中国创造的 这样一个新时期的时候 原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依法治起 依法治国 就显得尤为重要 好 接下来我给二位出一个小难题 有一句话叫做 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不言我们也要言一下 比如说 有些事我们心领神会 看似他没有输 实际上他已经输了 可能连短裤都输了 有的人那看似没赢 实际上赢了 赢得了一切 那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 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 看似说他没输 他输了 那是我们很多消费者 内心会有评价 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模仿了别人 大家对你的原创性 对你的创造力 是有评价的 所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企业赢了 我想这个案件 我们赢在哪里 就赢在我们如何理解 我们的创新和借鉴 这两者之间相似 但有本质区别 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东西 但是核心的灵魂 一定是原创的 好的 那时间的关系 一会张碧我们再说 应该说山寨的帽子 只要你戴上来 脱下来就非常的难了 那打铁呢 还是需要自身硬 对于这起案件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接下来还是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请圆圆 带来一组权威发布 大家好 我是方三 这是张岳 我是刘维 尊重艺术创作 尊重艺术创作 保护知识产权 关注世界知识产权日 关注社会语法频道 426 426 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 特别紧 即将发布的数据是 2016年 我国商标申请量达369.1万件 国内注册申请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 以此为广东省 689,434件 北京市 37,2387件 浙江省 327,572件 上海市 257,616件 江苏省 20,9900件 音乐是知识产权一种 创作音乐是需要累积 经验 技巧 它需要作者的热情 焦注在这上面 尊重艺术创作 保护知识产权 我是方杉 请关注社会语法频道 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 的特别节目 知识产权和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 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 自然也就时有发生 我们通过一组新闻 来了解一下 近年来 电动平衡车领域迅猛发展 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代步工具 但同时因专利引发的纠纷 也在不断上演 4月13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副审委员会 对一起电动独轮自行车 专利权 无效宣告 请求案件 进行了公开审理 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法规 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裁定 但是无论怎么样 最终的裁定 作为企业而言 我们是非常尊重的 我只是希望 我的知识产权能被尊重 我的创新能得到回报 这样我才能 有更多的更好的发明 现如今 手机游戏已经成为 很多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方式 各种各样的手机游戏层出不穷 所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日前 《倩女幽魂》手机游戏 就因宣传时关键词 涉嫌不正当竞争 而被告上了法庭 影视剧在我们的休闲时光中 同样不可或缺 而因为著作权引发的纠纷 也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 前不久 认为《芈月传》小说 抄袭《芈月传》电视剧本 影视公司 以侵犯著作权为由 将《芈月传》小说作者 出版商和销售商 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为加强互联网领域版权保护工作 今天国家版权局 在北京举办第二届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大会 我们来连线前方的阿果 阿果 圆圆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2017年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大会的现场 今天上午9点钟大会正式开始 那么今天上午的大会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题演讲 就是关于主题内容的分享和交流 第二部分是在11点左右进行的 这一部分 中国新闻媒体版权保护联盟 宣布正式成立 现在进入第三部分权威发布板块 发布了2016年度 打击侵权盗版的十大案件 针对这次大会的相关背景和目的呢 我们邀请到了国家版权局 版权管理室的余茨科司长 你好余茨长 我们知道这次大会是第二届了 所以首先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大会的初衷是什么 我们国家版权局举办今年的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大会 主要是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 这么一个平台 向全社会表明 中国政府打击侵权盗版的决心和新的成果 新的所取得的新的成就 同时呢 我们也我们有我们的部门的领导人 要通过这么一个机会 向社会来说明 那么我们管理部门 在打击侵权盗版 保护版权 促进创新方面 我们有哪些考虑和采取哪些措施 那么同时呢 版权保护在网络条件下 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 新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应对这些新情况 新问题 我们邀请了互联网的一些 一些管理者 从业者 那么让他们来谈一谈 在新的条件下 保护版权的新情况 以及他们的理解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使我们更好的做好版权保护工作 使版权保护 更好的促进社会 文化 经济的发展 那这些大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它和上次相比 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这两届大会 都有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网络版权保护 但是呢 这两年呢 都有不同的重点和侧重点 那么今年的 知识产权宣传日的主题是 创新改变生活 那么我们今年的大会 我们就聚焦于 版权保护和创新的关系 就是版权保护 怎么样维护和促进创新 而是创新更好的改善 我们的生活 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那现在上午的大会已经结束了 有没有实现 你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说 这台大会应该开得很成功 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好的 好 谢谢余司长 非常感谢 好 圆圆 上午大会的情况呢 就是这些 谢谢阿国 网络越来越普及 侵权呢 也变得越来越常见 知识产权在身边 我们要一同直面挑战 新媒体时代 网络带给大众更多更快的信息 同时呢 未经许可的转载情况 也时有发生 辛辛苦苦采写的报道 一转眼 就成为他人网络上的免费内容 我现在呢 是在新华通讯社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闻 从这里制作发出 但是这些原创的新闻作品 往往会遭到网络的侵权 比如说恶意篡改新闻标题 或者是未经授权的转载 那么在网络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 传统媒体应该如何面对网络媒体呢 好方甲是一位新华通讯社的记者 从业已有十余年 2017年 好方甲关注到器官捐献领域的相关情况 便策划制作 并于2017年的清明节前夕 推出了一组以器官捐献为主题的系列报道 据介绍 这条视频已经发出 就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很多人因此去登记 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还包括咱们的女孩姑娘 还有人专门登记了 我们都还挺受感动的 据好方甲介绍 由于视频内容非常感人 很多人 包括很多机构 都在微博客户端上转发了视频 视频在网络上受到了很大关注 然而很快好方甲发现 有视频网站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转载了视频 并且该视频网站不但不标明视频来源 还做出了更加过分的行为 他们把我们这个视频拿过去 就干脆就把后面的这个版权页全都裁掉了 包括主创人员名单 还有这个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的这个logo 全部裁掉了之后 在全篇打上他们视频的角标 在他们的客户端和微博发出去 在图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初的视频中左上角没有任何的机构标志 而社市网站在转发视频时 在视频中全程打上了自家的标志 但好方甲所属的新华通信社 却并没有与该视频网站有任何合作关系 我觉得这都可能或者是违规使用 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抄袭嘛 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就是真正是黑色幽默 我们同样是来呼吁公益的这么一个主题 他们以一种这样侵权的方式来进行传播 在发现了此种侵权行为之后 新华社的相关部门与社市视频网站取得了联系 却得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答复 他们就说我们两方也许以后还有合作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微博的内容删除掉 然后当时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改错的态度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弹劾合作 后来这个直到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 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接到他们正式的道歉 在经过几番交涉之后 涉事视频网站最后同意把侵权的视频在网上撤掉 却始终没有正式的道歉 并且这种侵权的行为在全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 确实不是个例 这样的例子还挺多的 像年初我们发了一个微纪录片叫做心中的牵挂 它是基于新华社的独家照片资源 再加上一些后期的东华特效制作的这么一个微纪录片 也是过了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发现有人把这个高清的片子 拿出去结成一段一段的视频素材 专门在那种就是视频素材分享和买卖网站上面 然后来卖 在如今的网络大潮中侵权似乎成为了一种常态 生产者在产出的同时 侵权者也在不停的窃取他人的创造成果 并且质量越高的产品就越容易被侵权 因为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们发了一个产品之后 侵权使用是铺天盖地的 作为我们内容生产者 甚至包括我们的维权人员来说 是没办法一家一家一家的去维权的 这个从时间成本上来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再一个就是如果是走诉讼程序的话 其实很麻烦 现在我们都觉得缺乏一个有效的行业间 来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机制 你首先传统媒体本身要对版权有个清晰的认识 传统媒体首先意识到我是有版权的 有专业的法律人员在做维权 而维权它不是简单的打官司 版权它是一个保护开发利用 最后指导交易 保护版权是为了更好的使用版权 不是让版权成为死的 是活用起来 必须成系统的 否则单并作战是力量非常微薄 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 让传播载体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平台 几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媒体媒介和传播载体 所以尊重原创尊重版权保护就变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是传统媒体的生命线 更是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好 各位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访谈环节 在这个环节当中 刚刚来到我们的现场的这位嘉宾介绍一下 他就是来自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的副司长 段玉平女士 欢迎您 段司长 我们知道今年这个建网行动的重点 就是新闻作品的版权保护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问题 还有哪些工作需要继续的做 其实刚才片子当中也有提到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这种侵权 现在是非常严重的 这些新媒体未经传统媒体的许可 大量的使用传统媒体刊登的这些文章 那么并且还不支付报酬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况 就是说他们使用传统媒体的这些文章 有的时候还肆意篡改 像标题包括文章的内容 现在我们有时候提到像标题党这种情况 那么新媒体它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量 那么对传统媒体的这些标题 进行肆意的篡改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篇文章 那么这个标题可能跟文章的内容 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像这些行为 实际上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那么也是对传统媒体的一个侵权行为 对我们一直在鼓励原创 但是也不可否认 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原创者 他被侵权的时候 他觉得维权起来太麻烦了 于是最终选择放弃 那张明老师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你看刚才我们举了这个路虎路风的案子 那是一个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两家企业反正你通过司法诉讼程序 然后解决 但这个网络的版权 有时候随着互联网发展 你会发觉它涉及的各方非常多 那么你维权起来通过个人来讲难度非常大 这时候诉讼的时效 甚至用旷日持久来形容也不为过 同时即便是你打赢了官司了 一个能不能维护自身的权益 那么按照签字几百块钱的话 你有时候还赶不上诉讼费 和你搭的时间成本 这就给我们当下的版权保护 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 就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这些受侵害方 能够通过相应的一些程序 有的甚至是非诉讼和仲裁的程序 能够及时的维护权益 这其实也是给我们版权局 包括我们的相关的网络平台 提出了一个要求和挑战 就是未来我们怎么样 能够以最短的时效 最有效的过程 能够完全的维护这些著作人的权益 这其实对于中国的 未来的版权保护 应该说它必须是一个 长效性的机制 对应该说张宾刚才说的这些 是来自我们普通百姓 最原始的呼声 那段司长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呼声呢 实际上对这种情况呢 从政府的角度一方面要加大监管的力度 国家本人局在2014年就发布了网络转载 这个规范它的这个秩序的一个通知 那么通知上就要求新媒体转载传统媒体的这些作品 必须要经过传统媒体的许可 并且要支付报酬 那么这些年实际上我们也是对未经许可的使用 传统媒体的这种行为呢 予以打击 那么实际上下一步 我们还将刚才主持人也讲了 说我们已经纳入今年的建网行动 那么我们还将加大力度 进一步加大打击的这种力度 好的 我们非常的期待 应该说加强著作权的保护意识 是媒体得以发展的生命之源 那近些年来 我们对于著作权的保护的意识 也在逐年的提高 接下来呢 来看远远为我们带来的第三组权威发布 2016年 我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200万7698件 突破了200万件大关 其中作品登记159万9597件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40万7774件 著作权制权登记327件 相比2015年的164万1166件 同比增长了22.33% 我是时尚摄影师 与追求视觉冲击力相比 我更追求拍摄一张耐看的照片 摄影不是对人像的简单复制 而是捕捉持续的美丽瞬间 每一幅作品里 都有摄影师独有的理解 我是张岳 尊重艺术创作 保护知识产权 关注世界知识产权日 关注社会与法频道 应该说这些数据的背后 也体现出这些年 我们对版权工作的重视和力度 那我们将在今天的下午14点30分 将网络直播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放日的活动 您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家 热线12官方微博 热线12微信公众号 腾讯新闻 北京时间 爱奇艺 网易新闻 新浪新闻 风直播 云西直播 易直播等网络平台 同时进行直播 那下午的活动 希望您热情的参与 好 接下来啊 段司长 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关于这个 我们能不能从这个监管的角度 新闻媒体的时代 该怎么保护新闻作品的版权呢 除了刚才讲到的 从政府的角度 要加大打击力度之外 那么我们国家版权局呢 还积极推动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的合作 因为传统媒体 它要扩大自己的影响 这些作品 它要需要通过新媒体 进行传播 那么新媒体呢 它只有和传统媒体合作 那么经过了传统媒体的许可 使用的这些作品 那么才是合法的使用 那么版权转载这个秩序呢 就能够健康的这种发展 对 张斌老师呢 是一个老媒体人 我觉得这方面你有话一句 对 是吧 你给总结一下 其实有时候你看 你特别是做调查类的节目也好 还是写文章也好 一篇文章 可能要历时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最终 你一旦上网 几秒钟就被人家 别的网站转载了 甚至不要说复仇了 就连这个 这个我说复稿筹啊 另外连署名都不给你数 那显然对于他是个伤害 我觉得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伤害 更多的是对于他作品的尊重 和人格尊重的伤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保护知识产权 我觉得是为我们的创新 增添了一个保障的机制 这我们现在说 你创新 这个文学艺术也要创新 你创新有什么来保证 小K是一枚自由设计师 但是他的设计 总是让人有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小K还有一个宅男朋友圈 他们都不爱去影院 看新商业的影片 只爱在网盘上分享 第一手资源 一天 小K点了自己最爱的KFC 万万没想到 送来的权是 啊 什么 KFG 曾经有一个尊重别人的机会 我没有珍惜 直到自己受到了伤害 才追悔莫及 如果知识产权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告诉他 我错了 虽然没有见过 知识产权的庐山真面目 但我们的生活 却时刻都在他的庇护下 拒绝山寨 拒绝盗版 拒绝假货 保护知识产权 推动创新发展 创新改变生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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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